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不仅要谈论股票和市场 更要带您踏上一场令人惊奇的旅行 探索印尼那些被遗忘的秘境 忘掉那个被过度宣传的新巴厘岛 因为印尼拥有数不胜数的隐藏宝藏 正等待着您去探索 印尼政府早在2015年就启动了10个新巴厘岛计划 旨在减少对巴厘岛的依赖 并成功选择了5个超优先旅游地点 这些地方如今吸引了数百万游客 从拉布安巴霍到婆罗浮屠 这些目的地无疑都值得一去 但真正的惊喜却在那些不为人知的小岛上 比如南极利群岛 这里的水清澈见底 沙滩如雪一般纯净 却只有少数游客光临 再比如东龙木岛 几乎没有基础设施 却拥有绚丽的珊瑚花园 让潜水者目不暇接 还有苏巴瓦的冲浪天堂 正等着那些寻求刺激的勇者 在这些秘境中 您将会遇到如诗如画的风景 和淳朴的风俗 甚至还有与金沙共勇的独特经历 想要逃离人潮 寻找真正的乐趣和放松吗 这些印尼秘境将是您完美的选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让我们一起揭开 这些美丽秘境的神秘面纱吧 来自Nike AZA的一篇文章 引发了我们对印尼旅游业 发展策略的深刻思考 印尼政府自2015年起推行的 十个新巴黎岛计划 试图分散游客 对于巴黎岛过度集中的现象 然而 这个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逐渐缩减 最终在2021年 聚焦于五个超优先旅游目的地 其中包括福洛勒斯的拉伯安巴霍 爪哇中部的婆罗浮屠 以及龙木岛上的曼达利卡 尽管这些地方 已经开始吸引大批游客 但我们今天的节目 将带您探索那些未被广泛宣传 但同样值得意游的印尼秘境 首先我们来到了南吉利群岛 这片由13个岛屿组成的群岛 位于龙木岛西南角的 塞科通半岛附近 这里的自然环境独特 海水清澈见底 适合各种水上活动 虽然基础设施相对简陋 但正因为如此 这里才得以保留其原始的自然魅力 吉利阿萨汉 吉利苏达克和吉利南谷 是其中较为知名的小岛 游客可以在当地的生态度假村 享受悠闲时光 与自然亲密接触 接下来东龙木岛的东吉利群岛 则是另一番与世隔绝的风貌 这里被划定为海洋保护区 因而人烟稀少 只有少数露营设施 这片区域 以其丰富的海洋生物 和壮观的海底景观著称 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 游客可以包租独木舟进行探险 感受这片 被时间遗忘的地方的 美丽 然后我们关注苏巴瓦西海岸 这里因其卓越的冲浪条件 而备受专业冲浪者青睐 随着新机场的建设 这里即将迎来旅游热潮 苏巴瓦的海浪 吸引了许多国外游客 尤其是俄罗斯冲浪者 他们在此地感受着 不被打扰的冲浪体验 尽管如此 这里的发展潜力 仍未被完全发掘 给游客提供了一个 体验原始印尼的独特机会 此外 萨莱湾以其独特的海景 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吸引了不同类型的游客 这里不仅有豪华的住宿条件 还提供与金沙共有等难得的体验 这种与大自然的互动 为游客提供了额外的旅行价值 同时也推动了当地的 可持续旅游实践 最后 让我们走进苏门达腊西南海岸 这个曾经只吸引少数冲浪者的地区 如今也开始吸引更多国内游客 在疫情限制出行期间 越来越多的富裕苏门达腊人选择 在此投资和度假 这也推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这一地区的自然风光与文化体验结合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 远离城市喧嚣的理想度假地 通过这些目的地 我们可以看到 印尼在发展旅游业时 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巴厘岛以外的地区 虽然尚未达到巴厘岛的知名度和游客量 但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魅力 正在逐渐被发掘 如何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吸引游客 是印尼旅游业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 从经济角度来看 分散游客流量 有助于减轻巴厘岛的旅游压力 同时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 然而 这一策略的成功实施 依赖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游客的引导 印尼政府 在这些新兴旅游地区的投资 无疑为当地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 但如何保持这些地方的原始魅力 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从文化角度来看 这些秘境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 深入了解印尼多元文化的机会 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传统和生活方式 游客可以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和互动 增强对印尼的了解和认同感 在全球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印尼的这些秘境 不仅是对巴厘岛的有效补充 更是向世界展示 印尼多样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随着全球旅游市场的复苏 这些地方有潜力成为新的旅游热点 但前提是 必须妥善规划和管理 以确保其长期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 印尼的这些秘境 不仅充满无限可能 也提醒我们在追求旅游业发展的同时 必须注重保护和传承 自然与文化遗产 对于那些寻求独特旅行体验的游客而言 这些地方 无疑是值得探索的宝藏 通过合理的开发和推广 这些秘境 将能够在全球旅行者中 占据一席之地 为印尼的旅游业带来新的活力与机遇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印尼秘境指的是 印度尼西亚境内未被广泛开发 或为大众所知的自然景观 文化遗址和传统村落 这些地点常常因为 其偏远的地理位置 或特殊的环境条件 而保持原始和纯净的状态 吸引着寻求独特体验的旅行者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拥有超过17000个岛屿 其中许多岛屿上 隐藏着尚未被大规模开发的自然美景 例如 在东努沙登加拉省的科莫多岛 不仅有著名的科莫多巨西 还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吸引潜水爱好者前来探索 同样 位于巴布亚的拉甲安帕特群岛 以其丰富的海洋生物 和珊瑚礁系统而闻名 被认为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在苏拉威西岛上 拖拉查高地 以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葬礼仪式闻名 这里的传统房屋 精美的木雕和独特的丧葬仪式 吸引了许多对人类学感兴趣的旅行者 而在西巴布亚洛伦茨国家公园 被列为世界遗产 因其多样的生态系统 和珍惜野生动植物而备受关注 除了自然景观 印尼秘境也指那些保存完好的历史和文化遗址 例如位于爪哇岛的特尔内特和提多雷 曾是香料贸易的重要中心 如今保留着殖民时代的建筑和历史遗迹 位于苏门达腊的五级丁仪周围的传统村落 则展示了米南加宝人的建筑和文化传统 近年来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印尼政府和私营部门逐渐开放这些地区 但相较于巴黎岛这样的旅游热点 这些秘境依然保留着较少人群的吸引力 政府在开发这些地区的同时 也注重可持续旅游和生态保护 以确保这些珍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能够被后代所享受 印尼秘境的吸引力 不仅在于其未被破坏的自然美景 还在于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探险者可以在这些地方体验到纯净的海滩 密林深处的徒步旅行 原始的珊瑚礁潜水 以及参与当地部落的传统仪式 这些体验不仅让旅行者更加贴近自然 也有助于保护这些社区的文化传统和自然资源 对于那些渴望探索印尼秘境的旅行者来说 了解当地文化和习俗 以及尊重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在旅游旺季之外的时间 访问这些地区 不仅可以获得更为独特的体验 还能帮助减轻对自然和社区的压力 总的来说 印尼秘境是探索丰富自然和多元文化的一扇窗 提供了无数机会去发现一个不同于常规旅游线路的印尼 无论是高山、深海还是文化村落 这些秘境都为寻求独特和深刻体验的旅行者提供了无限可能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印尼政府试图减少对巴黎岛的依赖 以多元化其旅游经济 这是个明智的举措 巴黎岛虽小 但长期以来吸引了大部分国际游客 这不仅使当地的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承受巨大压力 也限制了其他地区的潜力发挥 选择五个超优先旅游目的地 并投入聚资来改善基础设施 这似乎是一个理性的策略来促进旅游资源的均衡分配 这一策略不仅能减少巴黎岛的过度旅游压力 还能提升其他地区的旅游业发展 然而 政府在计划的执行和推广上是否能持续有效 仍需进一步观察 相比之下 印尼拥有许多未开发的旅游宝地 这些地区虽然缺乏政府的推广 但也因此保留了原始的魅力 南吉利群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这里的自然美景完全不输巴黎岛 这些地区提供的丰富生态系统 平静的水域和简朴的住宿选择 吸引了那些寻求远离沉销 享受自然的旅客 然而 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有限 例如简陋的住宿和有限的交通选择 可能会限制其吸引力 政府如果能平衡推广和保护 这些地区可能会成为新的旅游热点 苏门达腊西南海岸的旅游 繁荣显示了旅游业对当地经济的巨大推动力 这里的海滨房产价格飙升 显示出当地旅游业的潜力 这对于因疫情而无法移动的国内游客来说 提供了新的度假选择 然而 当地旅游发展的迅速增长 是否能维持长期的可持续性 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高峰过后 当地基础设施是否能承受住游客潮流 这需要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合作和规划 若能妥善管理 这些地区有可能成为印尼旅游业的一颗星星 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目光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订阅